爱与关怀的分享 是一种生命的价值 继续我要带您看的 另一种价值 也是一种超越的感受 那就是艺术 这位陶一家 要带我们走进他的生活 分享他的艺术 一台脚踏车挂于墙 穿越密码植物 无局三亿的家 有前后小花园 葱都自个儿种 无局的家 全是自己设计兼工 最自豪的是 室内的美丽天井 这是磨石子的墙吗 对 只有这一片是磨石子 只有这一片 这旁边是瓶石 那个三个大花是桃片 树叶跟树梗 这些东西是什么 那个是铝箔纸 老师这个作品叫做 为自己保留一半空间 那我就看到有一个 正方形被捕开来 你说这是两个人 对 一人都一半 因为那时候我先刚走 然后我会觉得 因为我跟我先感情还蛮好的 那我会觉得说 有时候人应该为自己 保留一半空间 不要全给 全给的话 然后万一怎么样的时候 就是很绝望嘛 我会尝试用不同的材质 这是用不锈钢 这是用铜 然后这个是桃吗 这是桃 1999年创作的补玉 难度很高 这个桃球是分别做好 画好 然后要烧的时候 再把它放进去 那什么叫方圆练练练呢 它是圆 它是方 然后松田有一条练 这是一种有点黏又有点不黏的感觉吗 挪亚方舟 挪亚方舟 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 可是我 因为听故事都听过嘛 这个像说传嘛 明显对不对 那这个 其实就是生命题 我常常我的球 上面有画图 都是代表生命 它很像是一只天鹅 回过头来这样子 但它这个题目叫做诱惑 为什么 诱惑 就回到亚当夏娃时代 那个夏娃被一个苹果诱惑的 有那个 所以这是一个嘴巴的造型 嘴巴 一个嘴唇 你看阿乐到了 阿乐跑第一 这个在光线下面 很像是薄纱的感觉 而且它这个物状很美 这是方向对吗 没关系可以转 回收朋友作废的工业玻璃馆 吴菊第一次在玻璃上做画 沾画县里美术馆一向连展中 无局的陶座 心中的圣塔 温润纯美 宁静祥和 好像一个大门 这个教堂的大门 或这个塔的门 看到这两个洞 好像我们可以有不同的 工坚的穿透 对不对 那这一层这样子的 这个厚的泥土 是什么意思 其实有朋友跟我打趣说 这个可以叫做无局美术馆 无局美术馆 然后这个可以是 馆内里面的外景的空间 所以是一个地景 无局的陶可以翻成巨型铜雕 母与子就在台中藏家 成为异景 这是眼帘 眼帘 对 然后它的身体 好像画成手 把它环抱在一起 绕着这个小孩子 小孩子就是一坨球吧 对 我都是用一个圆球 代替小孩 这个就是你的圆件 对 不过这已经是欢庭 我的圆件是桃 无局师大美术系毕业 先生过世后 独立抚养两个女儿 后移民加拿大 日子相当辛苦 但她始终不忘艺术初衷 工笔抽象 就是她独门所创 就是一男一女的意思吗 应该是 然后这边并没有指射到什么东西 没有 就是一个画面的补足吧 家中作品说不完 但天景光线下 买回来的木头加以点缀 有质败之美 在我的眼光里 我觉得它很漂亮 对 所以我就去请 请人家去把它喷杀 喷干净 难怪我觉得它有风化的感觉 对对 然后喷干净之后 加上我的桃 所以我就要第二春 在桃上面画画之外 我大概是重型不重色 所以我并没有玩右色 Honeymore是我的崇拜对象 所以我比较是属于走这种 艺术的老灵魂吧 不追求那个时髦的那个潮流 一生淡泊名利 也度过人生的风浪 艺术和信仰疗愈了无局 他在艺术创作和花草庭园里 悠游玩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